上期我们讲了德川家康最终统一日本 结束了战国乱世 建立了统治日本265年的江户幕府 从今天开始我们把时间往回倒 来说说那些在战国时代璀璨发光的英雄豪杰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对天生的对手 上山谦信和武田信玄 上山谦信原名常伟景虎 生于1530年日本春日山城 是越后守护代常伟围景幼子 因为生人那年是虎年 所以取名虎千代 虎千代四岁丧母 他在六岁那年 父亲将家都之位让与兄长常伟请景 按照当时的习惯 兄长接位后幼子通常要送去出家 你此这一年虎千代来到了川日山林泉寺 这也影响了他日后的信仰 1542年 常伟围景病逝 兄长晴景体弱 不能压服国内各豪族和家臣 一时间越后叛乱四起 1543年 力不从心的晴景 让十四岁的虎千代元福 取名常伟景虎 出山协助自己平定叛乱 年少的景虎在人生出战 力尾城之战中 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军事天赋 一举拿下了人生首胜 1545年 黑龙城城主黑田秀忠谋反 景虎替代兄长作为总大将出兵平叛 并成功降服秀忠 第二年 秀忠再度谋反 景虎再次出征讨伐 此次景虎将秀忠彻底消灭 景虎的威望空前提升 开始有家臣认为 景虎比秦景更适合担任家都 面对景虎的威胁 景景开始着手打压景虎 于是国内便分成了两派 兄弟二人开始争夺家都之位 很快两人兵戎相见 景虎以少胜多 占据上风 随后越后守护 上山定石出面调停 景虎获胜 达成一合 1548年 19岁的景虎 进驻春日山城 成为家都 兄长常委请景隐居 1550年 上山定石病死 因其并无子嗣 所以守护之职 无人继承 景虎得到了幕府将军 足立议会的认可 成为新的越后守护 1552年 22岁的景虎 消灭国内最后的叛乱 成功统一了越后国 这一年 关东管领上山县政 被北条石康攻打 县政逃到春日山城 请求景虎出兵 收复失地 1553年 被武田信玄攻打的 信农守护小丽元长石 也跑来找景虎出头 由此景虎开始了 与一生之宿敌的缠斗 同年8月 景虎与信玄 爆发了第一次 川中岛核战 此战是两人第一次交手 只是互相试探 并无大的动作 1555年 武田信玄大举进攻川中岛 景虎领兵对峙 双方互摆阵势 各自滴水不漏 最后金川议员出面调和 双方罢兵 1556年 由于景虎为人豪爽仗义 平时并不会特别约束 家臣和属下 因此各家臣们互相争夺利益和领土 场面并不和谐 面对这种恼人的情况 27岁的景虎依然留书出走 认为自己无法统育好家臣 不能担任国主之位 但是景虎在其中 暧昧的写下了这样的话 内政只要众家臣合意 即可平安无事 但若信玄来功 则威矣 景虎出走后 众臣于泽美定满 和常委郑景 立即召集众人商议 认为国主之位舍此人无他 必须立即追回景虎 在仲家臣献上 效忠的誓约书和人质之后 景虎体面的回到了春日山城 1557年 景虎与五天信玄爆发 第三次川中的核战 此战并没有大规模决战发生 1561年 景虎以关东管领上山县政的名义 出兵关东 攻打北条市 并围住小田园城 后来围城无果撤军 期间景虎继承了上山家的姓氏 和关东管领的职位 改名上山政虎 同年 将军足立一挥 次字改名上山恢虎 而这一年 发生了著名的第四次川中岛核战 1564年 恢虎与信玄 开始第五次川中岛核战 双方相持60天 都不敢轻易出手 纷纷撤军 1568年 恢虎其法名布什安谦信 称上山谦信 谦信独信佛法 一生不尽女色 不如昏星 非常崇拜佛家皮沙门天 更是自诩为皮沙门天化身 因此在战场上 谦信总是打出皮子军旗 由于其卓越的才能和功绩 谦信被人们称为越后之龙 武田信玄于1521年 省于日本贾飞国支主旗馆 又名圣千代 其父亲为贾飞守护武田信虎 1536年 圣千代元胡 取名武田秦信 年少的秦信才能出众 曾经在战斗中 率领部下以一敌时 打出过辉煌的战绩 秦信的父亲信虎 虽然也是能争善战 但是为人脾气暴躁 不注重内政 热衷于领土扩张 因此国内百姓和家臣苦不堪言 而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好 相传信虎认为秦信 是个不中用的儿子 1541年 在一众家臣的支持下 秦信将父亲流放到郡和国 交给金川议员 自己则继承了家都之位 据说秦信继位之时 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 可谓是众望所归 秦信将父亲流放的消息 很快就传了出去 信农的邹访赖众 和小丽媛常识认为 信虎不在是个好时机 于是两人趁火打劫 聚集一万兵马进攻贾飞 秦信冷静应对 以六千兵马迎敌 并且大获全胜 斩敌手两千七百克 第二年 邹访和小丽媛 联合北信农的村上一青 目增意在 再次对贾飞出兵 秦信又一次以少胜多 经过两次的核战 年轻的秦信终于稳住了局势 开始了他反击的时刻 1542年6月 秦信出兵信农 攻打邹访赖众 赖众兵败自杀 1548年 秦信不顾反对 执意在大雪中出兵 攻打村上一青 结果在上天原之战中惨败 小丽媛常识 趁机出兵五天家 1550年 秦信攻打小丽媛常识 小丽媛不敌 投奔村上一青 同年9月 秦信挥兵村上一青领地 1553年 村上一青 无法抵挡秦信的攻势 与小丽媛常识 投奔越后常委警虎 秦信称霸整个信农 同年 秦信与警虎 开始第一次川中岛之战 龙虎相会 1555年 秦信与金川家和北条家 达成同盟 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1559年 秦信出家 法名德荣轩信玄 称武庭信玄 信玄以用兵巧妙著称 手下更是有赤备军 这种让人闻风丧胆的骑兵部队 同时在治国施政上 也颇有剑术 被人们称为假飞之虎 信玄阔矮兵法 尤其孙子兵法中 其籍如风 其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更是被信玄制成军旗 出现在战场上 风陵火山旗 也成为了武田军的象征 信玄与谦信 最让后人所乐道的 便是两人于1561年爆发的第四次川中岛核战 此次核战是两人最激烈的一场对决 双方你来我往 各自展现出了作为当世名将的风采 甚至在后世的传扬和记载中 人们加入了一些理想化和戏剧化的东西 以凸显这次核战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也许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川中岛核战 并不能还原当时的场景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场核战最能代表着战国乱世的本色 这也是他一直被人们所铭记的原因 1561年8月 天性为了道义和对自身势力的保护 出殡信农 率领一万三千人越过川中岛北部 最终驻扎在南部的七女山 信玄随即展开动作 于8月24日 率军驻扎在川中岛西边的茶旧山 如此一来 双方形成了互相阻断对方退路的对峙局面 8月29日 信玄首先行动 部队从川中岛中部地区穿过 进驻东部的海津城 此时信玄的部队有两万 兵力优于千辛 9月9日 信玄召开作战平定 军师山本看住 献上捉木鸟战法 让大将高板昌信 马场信房 率领一万两千人骑骑骑旅山 将千辛主力驱赶至八番园 而信玄率领八千人马 于八番园提前布阵 前后夹击将千辛吃掉 此计策被信玄采纳 然后一计刑事 而千辛这边一直按兵不动 观察信玄的动向 据说 千辛看到信玄的部队吹烟四起 认为武田军是在做战前准备 马上就识破了信玄的计策 9月10日佛小时分 千辛趁着浓厚的大雾 率领全军提前下山 渡过千曲川 直逼信玄在八番园的本镇 七女山只留下一千人马 牵制武田军的七席部队 在八番园的信玄 一直等不到七席部队的消息 使得他越来越不安 忽然他听到了大部队行军的声音 太马来报正是千辛的主力 由于有大雾的掩护 武田军并没有发现千辛的动作 突然的措手不及 使得武田军的气势受到了动摇 连老练的信玄都不禁冷恨直流 但是信玄不愧为当时名将 面对突发状况 立即做出反应 命令部队摆出鹤翼之阵 准备迎敌 而千辛这边则摆出车旋之阵 开始对信玄发起攻击 两军队员战时异常激烈 千辛此时的兵力占优 并且由于识破了信玄的计策 打了武田军措手不及 玄军实际高涨 一开始便压制了武田军 千辛手下猛将 上山四天王之一 士奇景家一马当先 冲入敌阵 而信玄手下重臣 信玄的弟弟 武田信玄勇猛的抵挡住了 上山军多次进攻 可是由于人数劣势 加上战场形势不利于己 信玄最终被逃死 得知弟弟被杀的信玄 悲痛万分 武田军气势陷入低谷 军师山本勘著认为 是因为自己的计策 导致这样的结果 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冲入敌阵 奋力砍杀 最终战死 武田军连舍两员大将 信玄几乎面临崩盘的局面 传说中 千辛此时率领本部出击 只取信玄本阵 势必要取得信玄的向上人头 千辛一马当先 敌方士兵见到千辛的气势 纷纷避让 千辛如入无人之境 更是直接单枪匹马地闯进信玄面前 拔刀向信玄砍去 信玄来不及反应 用手中的团扇接刀 这便是两人最著名的一记逃 当然这种场面几乎是不会发生的 这应该是人们对于两位英豪的向往 而夸大的情节 就在武田军千军一发之际 齐齐齐女山的一万两千部队回事救援 战场形势瞬间发生逆转 面对背后来敌 上山军死伤惨重 只好撤退 此次合战 上半场千辛胜利 下半场却是信玄胜利 双方各自死伤无数 打成平手 这场战斗也并没有改变双方领地的势力分布 但是却让这两人从此极力的避免与对方正面交锋 当然也有一些考证说 第四次传中岛核战并没有那么多故事 只是单纯的两边硬碰硬 结果自然也是两败俱伤 总之不管如何 千辛与信玄之间龙争虎斗 耗费了彼此大部分的时间和实力 使得大魔王知田信长得以横行天下 这对战国的走势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572年 武田信玄加入信长包围网 汇集大军上落 将矛头指向知田信长 1573年信玄与德川家康会战三方圆 并且大胜家康 同年信玄身体状况恶化 行军被迫停止 并于四月病逝 享年52岁 信玄生前留下一言 因担忧自己死后强敌扰国 命令三年密不发丧 并让自己的儿子武田圣赖 继承加都 在确切得知信玄去世的消息后 上山迁信痛哭三天 认为自己失去了一生的对手 并决定不再与贾飞为敌 随后迁信将主要精力放在攻略关东 并且与知田信长保持着表面上的和睦 1578年 迁信下达攻打关东的动员令 但是在出发之前 却因为平时饮酒过度 在上厕所的时候突发脑溢血而死 享宁49岁 千姓一生七十余战 几乎没有败计 被后世誉为军神 自此一对天生的对手相继而世 好的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期再见 拜拜